国庆假期刚刚开始不久,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传来喜讯,国宝大熊猫梅青成功诞下小宝宝国庆,为国庆天喜。 据饲养员介绍,这次梅青生产过程很顺利,从宝宝出生后,梅青一直紧紧地抱着小崽,因此大家还不知道小宝性别。 不过因为梅青一向是母性极强的模范妈妈,因此饲养员团队都很放心。 目前是24小时轮班,密切留意梅青以及小宝的情况。 据介绍,大熊猫梅青于2019年5月与大熊猫声威自然交配成功。 在饲养员们的细心照料下,梅青经历了约5个月的孕期以后,于9月30日产下熊猫小宝宝。 恰逢国庆的大喜日子,新出生的熊猫小宝宝被命名为国庆。 10月2日,出生小宝透过屏幕第一次与观众见面。 据介绍,梅青是著名的熊猫妈妈,已有多次成功生育室。 2013年,梅青在长龙野生动物世界诞下华南地区首只大熊猫宝宝隆。 2016年,梅青再次诞下熊猫双胞胎,亲情,爱爱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